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ranes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4年8月30号星期五 农历的7月18号 我是主持人Yudi 我是主持人Yan 好 各位听众 那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听众播报第一则新闻 有关Goodwill将关闭西雅图的两家分店 华正州西北部的长青Goodwill宣布 将关闭其在西雅图的两间旧货店 理由是因为安全问题 偷到事件不断的增加 以及租金上涨 导致其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 这两家商店分别位于南湖联盟和大学区 于9月22号正式关闭 Goodwill公司提到 公司负责客户体验零售和收入增长的副总裁 斯帕克斯说到 关闭这些商店的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 这两家店的财产损失 入市盗窃和员工安全问题 都在不断增加令人担忧 这些挑战加上不断上涨的租金和运营成本 使我们无法继续在这些地区经营下去 这些店面的销售收入 以及该地区其他23间的Goodwill商店的销售收入 为该组织的免费就业培训 教育和就业安置计划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在过去的10年内 Goodwill透过其5个本地就业培训中心 为57000多人提供了支持 开设了计算机和移动基础知识 客户服务基本知识和ESOL等课程 并提供绝业安置服务 斯帕克斯说到 社区的捐款为他们的商店提供了动力 商店的所有收益 也为他们的免费就业培训和交易计划提供了动力 没有购物者和慷慨的捐赠者 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我们的工作 感谢这两家分店多年来对Goodwill的支持 虽然他不舍得离开 但他们希望Goodwill的粉丝 能够继续关顾其他飞进的店面 所有受关闭的员工 都将被安排到其他的分店工作 该组织鼓励购物者和捐赠者 前往附近的位于国会山和巴拉德的Goodwill商店 继续支持Goodwill的使命 这期视频就提到说 Goodwill就所谓的二手商店 他即将在两个比较热门的区域 关键两间分店 其实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蛮常也会去光顾这样的店面 因为其实他们东西蛮便宜的 都是别人也许是搬家 或是整体家里所台湾下来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转售这样 我觉得其实因为以前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大部分是没有 我自己经验比较少看到 所谓的二手交易的平台或是商店 那直到可能有社群媒体平台或者是 可能流行的Vintage 就是古著方面的服饰类 比较有机会看到是这种 可以去做购买跟选购的商店 那只是在美国的话 这些东西就蛮正常的 因为美国人就家里 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把 他们的杂物可以丢在仓库啊 车库或者是 一些仓储里面 然后这时候当他们要搬家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下一任使用的 所以 二手商品的流通 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是 非常常看见的 那我以前在念说说 其实也很常去光顾 然后去选购一些 看起来蛮便宜的物品 比如说一些锅碗瓢盆 我觉得就蛮适合在 Goodwill的商店里面去做 选购跟采买的 那衣服的话其实也是 因为衣服其实 有些人可能冲个一两次就不要了 或者是还因为特殊场合去穿 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 万圣节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装扮嘛 那以前就也不想在Amazon买 因为Amazon买的话 第一个价钱比较高 再来就是你可能穿一次 万圣节你就不会再穿了 所以我们也通常都会去 Goodwill的商店看看 挖个宝 看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物品 那包含也是我自己在 把一些搬家收到 太还掉的物品 我也都会丢到Goodwill去买 虽然说他们不会 照单全收 但是其实多多少少 也可以收到一点回馈吧 就是有点像是你之前 购买这些物品成本 其实都可以稍微做一点回收 那不知道Ian你在以前有没有常常去光顾这样的二手商品店或者是你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吗 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就住在大学区附近 然后所以我家其实离大学区的Google蛮近的 然后以前有事没事就是上下学的时候就是在华大就是上学路上或是放学的时候回家路上就会时不时就会走进去稍微逛一下 然后想到他也要关门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然后又觉得就是大学区附近其实有些店都慢慢的撤出 其实就也蛮可惜的 就我觉得现在在下途 尤其是在大学区附近的安全问题 还有偷盗事件 其实真的会影响到当地的商家其实是蛮多 就慢慢会觉得这边的生活机能好像没有当初搬来的时候那么完善 因为你想说去Google买个就是可能便宜的那种厨具啊餐具那种餐盘这种就是虽然没有说一定要买那种全新的 那去Google去看一下说发现他的碗盘其实都很便宜 那只是例如说可能有时候举办house party或者是邀请朋友来的时候家里一些餐具不够用 就可以想说用免洗的就可以赶快过去Google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买一买 那现在这样子他整个将门店关起来之后就会想说那之后还要再跑到其他的Google又觉得有点太远了就觉得很可惜 对因为我记得大学城前阵子好像关了一间药局吧 那那间Target还在吗 Target不在 Target也不在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从以前播新闻到现在大家就听到了一个连锁药局 然后Target也不在了所以其实那个大学区大学城区那边的治安问题其实应该还蛮严重的 所以导致很多的店就算他的客源来源是稳定的然后营业状况也不错 不过他们也没办法负担这些盗窃者所带来的损失在这上可能租金也变贵了嘛 因为就我所知道疫情前的租金可能就不便宜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也许租金被调降我不晓得 但是因为疫情后大家的那个需求以及那个就是慢慢的都要回到正常的水平的时候这些租金调涨本来就让这些店员就不太受不了 所以他们就陆陆续续就搬走但我觉得治安问题应该还是首要他们所考虑的因素了 对我觉得下图是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要怎么让企业回流在市中心或者是在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热点区域 那不然现在很多像市中心现在空污率也很严重然后招商不到然后招商又要换成可能住所啊等等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城市他其实就是就业指数啊什么东西都在上升 但是在市中心的生活机能去慢慢的下降就会觉得有一点反其道而行的这种感觉 原来如此所以所以你在下图多久啊 我在下图两年了 两年了两年OK 所以你也见证了这个下图慢慢的衰变的过程就对了 你说他衰变吗其实也不一定是衰变的 就有时候可能会是说嗯他就是就业的能力就就业的人数是增长的但是在市中心的整个生活机能是下降的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就会觉得很可惜 OK那他这个就业增长应该就是跟科技的进驻有关系吧 可是啊毕竟毕竟钱啊或者这些资源其实都直接都还没在身上 然后导致尤其一般的市经销民不太能够负担下这不是建高的房价或者是物价 所以导致应该就有一些社会问题发生了盗窃啦 物价可归啦或者是一些啊 补助管的问题不晓得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子可以理解了 OK那我们进下一段新闻吗 可以 好那下一则新闻呢是夏图轻轨Link Link一号线的北沿段开通 Soundtrancy最新的Link轻轨延长线周五早上开通 就是今天早上连接一号线和Link Wood 轻轨延长线于2008年获得批准 并于2019年开始施工全长8.5英里的延长线 包括四个新车站预计每四至六分钟一班 新车站包括Link Wood市中心站 Mount Lake雷斯站 海岸线北站至第185站 还有海岸线南站184站 从Link Wood市中心到夏图市中心的西湖站 预计需要28分钟庆祝活动将于早上11点举行剪彩仪式 从下午4点开始每个新车站都将举办夜市活动 包括现场的音乐表演 餐车充气屋 脸部彩绘赠品等 那在这一个Link的延长线呢 我们会看到东湖延线2号线将会把Link Wood跟联盟德市中心连起来 所以整个会形成一个东环路延长线 全长14英里 包括10个车站 从西雅图国际区到Druckings公园 穿越I90洲际公路到Mers Island 然后再到南边的贝尔维尤 再穿过贝尔维尤市中心和贝尔瑞地区 到达雷德蒙德科技站 那南贝尔维尤至雷德蒙德科技站的2号线 这条线已经与今年的4月27日开通 东环线的其余部分连接东区和西雅图1号线 预计于2025年开通 那在西雅图南部的部分的联邦路延长线 人在建设中预计将于2026年投入使用 该延长线将为通往Angle Lake的Sundrains 1号线增加8英里的路程和三个新车站 好这一则新闻呢 其实我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自己在刚开始来西雅图的时候是无车 所以基本上都要搭Link 然后当时会觉得西雅图的Link 可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吗 就是它就是一条线而已 所以想要去到东边逛街或什么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麻烦 就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要去东边的话 都还是必须要搭公车 甚至可能要叫Uber会比较方便一些 或者是可能租个那种共享汽车会比较方便 那现在看到Link的规划慢慢有起色 会觉得好像西雅图要变成一个大城市的感觉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以前是住台北 所以台北的捷律其实算是蛮完善的 所以要到哪就可以去哪 那西雅图的话来这边只有一条线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但是还好好在就是至少 就是搭Link最主要的话 我可能就是从机场搭Link 搭到华大这边 这样至少是比较顺的 但是现在看到它可能有东沿线 然后整个东环线这样子慢慢盖起来 我会觉得西雅图的基础建设 其实也在进步当中 所以是感到欣慰跟很期待之后 希望我未来几年还可以继续待在西雅图 可以见证到他的生活机能变更好的时候 不知道不知道优地怎么想 就是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因为我虽然不在西雅图 但是我有去过西雅图 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 我就被西雅图的 因为你下飞机大概就可以看到Mont Rainier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是一个美国 对美国城市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也是住在台北 那台北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因为你虽然看得到山 但你看不到山上的鸡血 那山上有鸡血就对于我们这种 亚热带国家来讲的 长大的人来说 会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这样 那我去到美国后 我也不是在西雅图 我去美国第一站 我是在芝加哥 芝加哥是一个平原 所以芝加哥附近都没有山 所以看到山的瞬间 我其实蛮兴奋的 哇好美这样 那我也是从机场一路搭LINK 搭到市区 就是我也没有叫Uber 因为我朋友说 这样其实比较便宜 也比较划算 加上时间也不会很久 跟Uber比起来 大概就多个十几分钟 所以我们就搭LINK 那从机场往市区的那一段路 你会途中会经过一些树林 应该算树林 就是比较 不是靠近市区的地方 就会比较多自然景观 那其实蛮美的 可是突然做画风的突变 大概到体育场的附近 你就开始发现 怎么会路边好像看起来有点萧条 那时候可能是疫情 还蛮严重的时候 所以有点萧条 然后看看站边 可能就多了一些游民 或者是干嘛 就在那边 那直到到了国际区 就中国城那边 一下车就发现 这是好像跟我所认知的小徒 不太一样 就是那时候的 比如说85度之夜倒了 那个时候 几乎所有的店都关一关 然后大量的游民聚在那边 所以就是我对西雅图的印象就蛮突兀的 一下来哇超美的 结果坐一坐 车子坐一坐 怎么来到一个奇怪 对来的有点奇怪 有一条一些画面剧 就是画风骤变这样 因为 然后我也比较疑惑的点是说 为什么西雅图 作为一个 享誉全球的大城市 它算它这样规模没有纽约 没有洛杉矶 没有旧金山 甚至没有芝加哥这么大 但是西雅图其实 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个 有名 规模算大的城市 但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的城市 是只有一条的路线 我觉得蛮奇怪的 虽然这条轻轨 大部分已经贯穿了西雅图市 但是 它也就是从中间贯过去 它左右两边的地方 它都没办法过去 那一样 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你要去Belleview 你要去 上面一点的Redwood 或什么地方 其实 要嘛就是公车 公车就停车 开了蛮久的 或者是Uber 那Uber也蛮贵的 所以我就想说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方式可以到了东边 那现在听到这个新闻 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的时候 开了一个新的线 然后现在又开了 所以我觉得 只日可待 可以慢慢的把整个西雅图 或者各个比较主要的城市 或者地点给串起来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 因为去Belleview的时候 我就问我 住在Belleview 朋友说 为什么 像Belleview就是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Belleview是哪里 我是到西雅图市 以后我才知道 原来Belleview其实是 很多的西雅图的人 会选择住的一个郊区 然后其实 那边的环境什么的都比 Downtown来得好 那我就问我住在Belleview 朋友说 奇怪 为什么两个 比如说 有点像是 有点像Toon City 就两个城市 这么紧密的街 为什么 只有汽车可以走路线 没有 比如说 大中 地铁 对大中 然后奇雅图 为什么没有 然后他给我的观点 有点奇怪 你可以看 你可以稍微听一下 我这个朋友给我的观点 他是说 因为Belleview的市民 不希望把这个 跟西雅图市有太多的连结 原因是因为 众所皆知 西雅图的Downtown 可能自然 或者是一些 无家可贵的人数 比较多一点 然后Belleview的居民 希望说 他们之间 不要有这么密切的连结 会导致那些的游民 慢慢地过渡到Belleview 然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这是来自于我一个Belleview 住Belleview的朋友讲的话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伊尔你对 我朋友讲这件事 你觉得有合理吗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 他们也不至于会这样过去 但是我可以理解 如果他们是 对于自己住的地方 是满意的 然后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的话 的确有这种想法 是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可能会增加流通性 但不至于 因为其实现在也是有公交车 可以从市区到Belleview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游民 无家可归者 想要去那边 就是 在移居到那边的话 那他那边的 也没有足够的需求给他们 所以难讲 因为我觉得Belleview跟西雅图 又有点不太一样 是Belleview 大家都开车出门的那种感觉 大家比较不会像在西雅图 观光客比较多 步行的人比较多 所以那种去 可能在路边乞讨的 得到钱的机会 可能不一定在Belleview 会来的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不确定这件事情 但我自己觉得 嗯 OK 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 广告后将为您带 继续为您带来 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消民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 at gmail.com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佑迪 我是主持人Ean 对 那我们就延续刚刚那个话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对 我探讨这交通运输的过程蛮有趣 因为以前在自家 我不知道Ean你有去过自家哥吗 我很想去 很想去 很想去 有研究 但还没有时间去 那你不去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自然吗 还是 也没有 其实主要是 因为住宿还 主要可能还是预算考量吧 就我现在想要等说 看有没有朋友在 只家 落定之后 可以去借助人家 就可以省一笔住宿费 但是 因为我现在在美国 可能你说在国内去旅游的话 基本上都是朋友 在那边 然后例如说像是纽约 可能有朋友住纽约 就可以借助人家家 那纽约的交通也算方便 也不用租车 然后就可以到处 所以我自己觉得 芝加哥 芝加哥人会搭地铁吗 据我所知应该是会的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说以 美国来讲 我觉得芝加哥的交通运输工具 应该是全美系统里面 当然我们说纽约可能更复杂一点 但我觉得芝加哥的整个系统的规划 应该是全美最好的 就是它的几乎各个地点 你都可以搭地铁道 它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地铁线 其实是遍布了整个芝加哥 那因为 就是比如说你说很多人搭地铁 然后公车也很多人搭 可是地铁上可能大家就会比较 为人诟病的 大概就是第一个 你可能越接近市中心 它的味道不是这么好闻 因为芝加哥 你可以想象 我觉得没有想象那么夸张 但是其实跟纽约地铁来讲 纽约地铁可能更臭 但芝加哥 芝加哥可能也不差 就是某些站 就某些站 我不知道什么特定站的味道 有点奇怪 那可能是一些 不是这么好闻的味道 但是anyway 我觉得芝加哥的地铁 还是一个 可以去体验看看的 你不要挑太奇怪的时间搭 比如说你不要挑半夜 你不要挑凌晨 大家就尖锋时段搭 通常也不会有太多的危险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也没那么闲 就是整天在骚扰人 其实没有这样 因为我觉得芝加哥 我会蛮推荐大家过去的 就是我一直来讲 我在这个节目 不管是这个节目 或是怎么样的节目 我都会跟听众朋友分享说 身为一个从芝加哥出来的人 我觉得芝加哥非常值得 大家去体验 可是呢 现在八月底 所以有点 快要不能去了 因为 再来就要 对 大概九月中以后 那个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凉一点 但我快下毒 现在天气其实也蛮 也蛮凉的 蛮凉的 我自己天气也会变得很高 对对对 但是 芝加哥大概就 昨月中以后 会慢慢地进入冬天 那可能十月的时候 你就会 很有感地发现 天气真的比 其他地区来凉了一点 因为它的风很大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 不然一言 如果你只要想去 你就规划 六到八月这个时间 可以去一趟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整个芝加哥 不管是天气 各个条件方面 都是最美好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 享受一个城市 但这个城市呢 我觉得它就 因为你也去过纽约 那西雅图你也待过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 西雅图跟 纽约的综合版 就第一个 它没有纽约这么的拥挤 可是它的生活步调 又更接近西雅图 就也没有这么紐约这么快 所以我觉得 介于两个之间 它是一个蛮好的综合 但当然 我知道西雅图 有很多的自然景观 或是可以去观赏 那芝加哥 当然没有山 没有河 就自我所知 在芝加哥 Downtown附近 没有这些东西 对 但是 但是它有很多的城市规划 比如说 你可以走在 那个 River Warp上面 就可以沿着河走 然后你也可以沿着那个湖走 所以它有很多的步道 因为 当初芝加哥这个城市 在规划的时候 因为 它以前有非常大火烧过 它烧过以后 政府就决定说 要把整个城市 做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 比如说 它要把湖边的 留一块距离 其实你去看地图 你会发现湖到城市中间 会有一段小段的距离 那个宽度 就是拿来做城市规划 你可以在那边 它们会种植一些树 植庇 公园 然后甚至是一些步道 就是为了给这个城市 带来比较不一样的气氛 不要永远都是钢筋水泥 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芝加哥 其实还蛮值得 各位去体验看看的 尤其在 必须想到六到八月 我觉得天气最宜人 然后活动也是最多的 因为 比如说七月有音乐季 有那个 Lola Palooza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综合音乐季 那如果 不管你是喜欢听 美国团体的 欧洲团体 甚至 如果你是韩团的粉丝 近两年的Lola Palooza 其实都请了很多 蛮大咖的韩团来 比如说New Jeans 这种很有知名度很高 这些韩国女团有来表演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当中去芝加哥 你会有很多事情玩 但我觉得EAN提到也蛮好 就是 必须要有朋友在那边住 你才有办法去 因为 的确美国的住宿 偏高 因为 我自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出去玩 我其实也都是挑 我朋友在的城市才去 就不管是 纽约 或者是迈阿密 这种地方 我都是一定有朋友带 我才会去 就是 其实省了蛮多 大概省了将近一半的预算 都会在 因为那个一半预算 你又可以做 对 你又可以做更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 的确 有朋友在会比较好 那我就希望 夜你可能未来 也许工作的同事 或是朋友 有机会去 自家队的时候 你可以规划一下 记得6到8月 就好了 当然 撇除掉 你想要体验 就是冰天雪地的感觉 你要12月去 1月去 我也觉得没意见 因为那其实也是个 蛮特别的体验 就 你大概率也没有 目前应该还没有体验过 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我不晓得 不知道夜里有没有去过 那种冰天雪地 你还风超级不离大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因为你只要一走出家门 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没带耳朵 你就会发现 耳朵已经红掉了 然后你的脸会爆干 就是干到一个不行 因为被风一直 陷 一直陷在你那边 这样 所以可能冬天去 我觉得也是个 不错的体验 但如果你想好好体验 那个城市 应该是夏天 毕竟冬天 你要搭地铁 你要搭公车 其实都蛮辛苦的 对 这是我给各位的 这个芝加哥的旅游建议 好 那下一则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个 最近通过的 住房贷款计划 那这个 这个计划是有关 华东州新的 盟约房屋所有权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生效了一个多月 该计划纯粹基于 种族提供房屋 所有权方面的优势 那 新闻认为 这是一个典型的 物如其图 让人感觉良好的 政策的例子 因为这个政策呢 延续了分裂 而不是解决 他们深深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 这不过是一个 种族主义住房贷款计划 从表面上看 为历史上 被变化社区的个人 提供领略贷款的 盟约房屋授权计划 似乎是一种 纠正过去 歧视错误的崇高尝试 该计划在本月 以及今年早些时候 都赢得了 媒体的热烈报导 然而 当你深究下去 就会发现 这一举措 更多的是在 传递美德信号 而不是促进 真正的平等 那根据这个资格准则呢 贷款接受者 甚至不需要证明自己 或者家人 是歧视的受害者 他们的种族 本身就决定了 他们是压迫的受害者 那这是进步人士的 共同信念 该计划为首次的购房者 提供最高 15万美元的零率贷款 用于支付首付款 以及购物费 这些购房者的主线 条件呢 必须是 1968年以前 居住在华盛顿州的人 并且属于特定的边缘 种族群体 也就是说 您必须要是黑人 西班牙裔 美国原住民 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 或者其他太平洋岛民 韩国人 或者是亚裔的印第安人 虽然犹太人的受限 与限制型的契约 但州立法机构中的民主党人 并不认为他们值得 享受住房的贷款计划 基金的左派 认为犹太人是 享有特选的白人 那详细来讲一下 这个种族主义 住房贷款计划要做什么呢 这是由华盛顿州 住房金融委员会 负责管理盟约 房屋索权计划的 那这个盖委员会声称 这个贷款将有助于 弥合过去的 歧视性住房做法 所造成的贫富差距 这项计划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 他假定今天的人们 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 可能曾经是 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认为一个人是否有资格 获得经济援助 应于他们的种族挂钩 这种想法就像他们声称的 使这些贷款申请人 从一开始就不太可能 买得起房子的政策一样 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他延续了一种观念 即人们是由种族背景 而不是个人情况来定义 也就是说贫穷的白人 或者是犹太人家庭 仍然比富裕的黑人 或西班牙裔的家庭 生活得更好 这下计划进一步的分化了他们 而不是让他们团结起来 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产生怨恨 那该计划呢 其实不要求 三平整证明 他们本人遭受过歧视 因为他们光靠种族 就助于符合他们的条件 这不仅破坏了 个人专责的原则 而且也忽视了 许多非少数民族家庭 他们由与种族无关的经济困难 而一直努力争取成为屋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种族主义住房贷款的计划 实际影响是怎么样呢 那根据该负责云运计划的 华盛顿州住房金融委员会提到 只有19名的申请人完成了贷款 那其中包含了16名的黑人 以及1名的西班牙裔的申请人 那种族主义的住房贷款计划 还有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该计划 让买不起房的家庭 更容易买到房 而让没有无息贷款 也能买得起房的人受益 格局该计划只要申请人的收入 达到其购房所在县的地区 收入的中位数就有资格申请 所以说如果一个家庭的 在京县的总收入为65000美元 那中位数是47400美元 并且几乎没有储蓄 那么购房 购买房屋可能还没有异 那如果该家庭的收入为14.7万美元 并且拥有一个健康的储蓄账户 那他们可能其实也并不需要援助 即使他们很想获得援助 该计划的费用也高得惊人 所以这个成文计划呢 就是提到一个 之前被广泛讨论 被媒体上报导的一个住房贷款计划 它的利益宗旨 我想可能是好的 因为它想要保障 或者是提供这些 曾经操作种子主义 迫害的人一些住房的援助 让他们有办法在西雅图 这个比较昂贵的地方 可以有能力 可以买到一个房子 那当然不是真的西雅图 就包含整个华顿顿总 因为这是华顿顿州法 可是我觉得它的 就如新闻中提到 我认为它对于 何谓种族主义的迫害者 这件事情上 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因为它其实单纯的 就是以你的肤色 你的人种去做判断 那我觉得这其实 有失意公允 因为不是所有的黑人 或者是不是所有的 特殊种族的人 在当今的社会中 都被受到歧视 也许他们的祖先 可能有被受到这样的歧视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它判定的 这个标准来说 有点太过于松散了 它似乎必须得要 更深刻去规划的法条里面 何谓的受众 是符合他们的条件的 那就如新闻中所提 就是第一个 你不能单纯从肤色来看 因为我觉得从肤色来看 不太标准 如果你是 就算我是黄皮肤的人 我也有可能是 配人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可能祖先有这种协同 所以我觉得它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可能在一开始 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公平正义的事情 但是直到实行之后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 那我觉得当然也无可厚非 因为我觉得 政策这种东西可以透过实行来说 去修改 但是前提是 他们要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并且去做修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做贷款的利益不错啦 但是就可能某些细节方面 需要做微调 然后去更符合他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正义 这样子 那不知道伊恩 对这个贷款的计划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购物贷款计划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极左的 一个典型利益 给予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正义 或是我们说转型正义好了 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政策 它推行出来 第一个 我不是主要的受益人 所以我在看这个法案的时候 会觉得我缴的税金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它值不值得 就是我在下图缴税 这样缴了一年多两年 这样看下来 我想说 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这种地方上面 就是第一个 你会看到他申请人 其实只有19名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新闻当中 没有提到的是 目前的申请案跟通过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他说19名通过申请 那申请的总数有多少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华州的或者是西雅图的负责 在转型正义这一块 我一直都有点搞不太懂 举例来说 像我自己最近在申请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租房租 我还没有 我希望我有能力买房 但没有办法 我在自己在租房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在申请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西雅图找房子 或是在美国其他地区 或在找房子的时候 可以是稍微去看一下 当地有没有所谓的MFT program 或者是MFA program 就是它是所谓的经济适用房住宅 租屋补贴 那它我们假如说可能换到 我们台湾自己的讲法 可能就是青年住宅 但又跟青年住宅不太一样 或者是你可以说房租补贴 但是类型又不太一样 就我们自己知道说在西雅图里面 尤其西雅图市区 你现在租房 如果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单身 我想要租一间一滴一滴的房子 可能平均价位大概在2000美金 那这一个 才2000美金 就是平均嘛 我们说可以再更高 也可以再更高 但是平均的话这2000 可是西雅图有一个租房的概念是 没有像纽约那么可怕 它至少平均的看公寓房 但平均至少2.5倍 所以说2000的房租2.5倍的话 那就是4500美金 就是你的月收入要达到4500美金以上 你才能租2000的房租 就变成说变相是你要这4500以上 然后再来它这个MFT program的话 它是要给这些 在这一个经济 在你的收入在这个范围内的 就是例如说它可能是你的年收入中位数的 70% 60% 50% 看哪一间房子它怎么样去规定 那假如说它是在70%的这个范畴的话 它可能年收入你不能超过多少一定的金额 所以就变得说像如果说我今天的薪水 刚好就是4500 我好不容易可以租到一个2500的房子 但是在2500的房子呢 应该说2000的房子 然后我可以租到2000的房子 可是我的薪水就不能超过某一个区块 所以就会变成它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你的薪水必须要刚刚好的落在这个区间 你才能去申请 那变相的其实会排挤掉很多 我可能只是刚好超过一点点 或者是我可能少一点点 我没有办法去申请的人 就我一直觉得西雅图或华州的 在于住房补贴政策上面 就像是这个贷款一样 利益都是好的 但是实际的执行方面我都不太沟通 对 所以这个是 比如说那这个是专门去租 比如说你是租apartment 才可以申请这个方案吗 还是说你如果是去租 可能跟别人合租一个house 或者是干嘛 有办法适用于 所谓的租房租租的这个事情 house的话要看 因为基本上这一个 这个MFT program 它都是可能公寓方 当然你是Landlord 也可以跟政府申请 但是我觉得Landlord可能就不会特别去跟政府申请 因为他只是一间房子 他还要去跑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不符合成本 但是很多apartment在西雅图可能都会跟政府合作 然后他可能这一间apartment里面 可能他总数有50间 但是他里面的时间是属于这个program的范畴 所以我现在在申请的这个房租 它是一个月大概1300块上下的一笔一笔 但是如果说跳离 我不申请这个program的话 我的房租一个月是要2000 OK 所以就其实差了700块 那这个program它还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政府会帮你出utility 所以等于说你住进去 你第一个房租比较便宜之外 你也省下来utilities可以不用去付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 它是一个算是蛮划算的 但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比较麻烦 而且政府的审核会比较严格 他虽然你工作有收入 但是例如说可能你父母赚给你的钱 他也会把它当做收入的一种 所以有时候你的严收入 可能就真的表现超过去 而且他的算法就有点不太一样 像我们自己说我们工作的收入是往后来算 但是他会检查你过往的收入 所以他整个合在一起的算法 我自己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 我现在只希望就是我申请能够通过 但我很怕我没办法通过 就必须要再重新找房 所以这个MFT或MFA这个计划 其实申请条件挺严格的 这样停下来 挺严格的 就我据我所知是有人没有申请过 就会 然后你没有申请过 你可能这一年都不能再申请 哇 对所以就会变得他到底是体谅我们这些 在美国社会努力所生存的人还是 就我会觉得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所以他就是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住某间房 而是说这个公寓就提供你10个名额 这样 他有规定某一间房 就是这个房间有释出之后 这一个unit你可以去申请 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你就是 你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你当初已经确定好 你要申请这个状案 你才选择这间房子 对 就是我现在申请 然后我现在还在等他跑 但目前已经跑了那个审核程序 跑了一个月了 好 OK 那现在我们先插播一段蛋糕 广告后将继续外面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 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 Tranes Radio Seattle的本周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佑蒂 我是主持人Ean 好 那所以刚刚这个住房的话题 就大概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请Ean为我们播报下一则新闻 OK 下一则新闻是西雅图市庆祝麦迪逊街快速乘车 居线改造工程竣工 这周四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剪彩仪式上 与联邦和地方领导人共同庆祝麦迪逊街快速乘车 军线Madison Rapid Ride G Line的主要工程完工 该项目为新的居线增设了数英里长的红色高公交专用道 并对麦迪逊街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和改造 金线地铁公司的新军线将于9月14日开始运营 西雅图市长哈雷尔市长说 西雅图有很多理由庆祝这条全新的公交线路的开通 以及通过我们一些最有活力的社区进行的一系列安全 无障碍和联通性方面的改进 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强大的团队努力 我要感谢我们的联邦州和地方合作伙伴的投资与合作 以及支持增加公交服务和忍受施工之苦的邻居和当地小企业主 中央区国会山市中心和麦林逊谷的社区 对此次升级和新的六分钟服务期待依旧 这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的重点是让您更方便更安全地到达您需要去的地方 完成这一项项目体现了我们对扩大和加强整个西雅图公交服务的承诺 RapidRite居线将把西雅图市中心与第一山国会山中心区和麦林逊山谷连接起来 为这些关键地区提供重要的联系人带 并提供该地区最高质量的公交服务 重新设计的麦林逊街将改善学校、小企业、图书馆和医院周围的安全状况 该项目还包括人行道维修、新的步行和自行车信号灯以及重建的公用设施 总共耗资1.443亿美元的RapidRite G-Line项目 由8,05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以及Sound Transit的3,580万美元 Levit to Move Seattle 1,970万美元 King County Metro 350万美元 华盛顿交通部拨款250万美元 和西雅图市其他交通资源230万美元共同资助 联邦拨款包括来自联邦运输管理局小型起步计划的5,990万美元 和来自拜登总统美国救援计划的1,090万美元 项目亮点包括新建或更换3.8英里的人行道 9.1英里的混凝土街道 2.3英里的新立青路面 1.4英里的新公交专用道 21个新的快速公交车站 2个升级的公交车站 4个新的中心运行公交车站 5个新号灯和36个升级信号灯 新种植108颗路数 OK好 这一则新闻其实我特别自己跑到现场 现场去拍一下 就是因为刚好就是昨天下午的时间 然后西雅图市政府他们跟交通局整个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展览 就是他们把这一台就是Rapid G-Line的这一台公车 搬到了一个教堂的停车 他们租了一个教堂的停车场 然后就把那台车放在那边 然后做了一个剪彩仪式 然后在那边他们也有就是 呃就是把一些路边摊 然后就放一些就是一些周边商品吧 就是庆祝这个新的公交线路的呃即将要推出 就在9月份的时候 那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呃第一个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亚洲待久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会觉得说一个公交线路 为什么要花大概4-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就是他们其实从开始到完工 其实他们在2019-2018年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一项事情 然后讨论讨论讨论到后面到整个完工的话 到2024年到今年的9月份才要正式推出 所以其实这4年来 然后一条公交车道 一条公交车道 这其实不长耶 它才3点多英里 然后就耗资1.443亿美元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的税金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是好的 就是至少我们的西雅图市又有新的公交线路 然后能够为民众带来新的大众运输的呃选项 那我觉得是还不错吧 或者能这样想还不错吧 对我不知道余迪怎么看 你之前有在西雅图搭过公车吗 有其实我觉得西雅图公车还蛮方便的 我但我可能去的点没有很多了 我就是往返 Belleview跟Downtown Seattle 我没有特别去 呃更北或是更西甚至更南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它是公车选项对我来讲 还OK 就是路线选择蛮多了 然后比如说我要到某个地方 我也不会只有一般公车道 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还行 那这边提到说他可能 我在想他也许2018年开始讨论到 今年的完工 会不会跟当中卡了两年的疫情有关系 也不好说 但是如果照艳术说 这个路线没有很长的话 我的确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真的不太理解美国人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效率 他们到底有没有考虑效率这个东西 你知道 就是你怎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钱 才去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在东方亚洲国家的话 大概率会被骂得要死 就是每天都会被喷一顿 我再猜了 大概就每天都会被国会上面的意 我觉得像在台湾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一条公交车道 他可能你说他全长的话 大概三点多英里 甚至可能再长一点 但是整体而言 他这样子就要1.443亿美元 你说可能有车子的更新 或是建公交车站 但整体我会觉得 超级不符合时间成本 就是时间然后跟金钱成本 我都觉得我会很怀疑这个税金到底是怎么花的 那当然这里面其实联邦拨款 其实算是占蛮大的比重 总共有8000多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然后这联邦拨款 我觉得其实也蛮值得可以稍微提一下 因为他其实就是拜登 就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推出的一个 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联邦补助 然后像西雅图最近 应该说整个华州 再加上欧勒根最近他们就是拿这个联邦补助 还有再往新的方向去做运行 就是他们有在想说要再盖西雅图高铁 就是从欧勒根从波特兰盖到西雅图 然后再盖到 那个加拿大那个城市叫温哥华 对就是整个西北沿线 然后我觉得这个联邦拨款 可能对我们整个下图的居民是很有帮助的 那就是希望能够尽早的越快看到整个联邦拨款 这样下来的所有的交通建设能够越快完成 我会觉得越好 那他们据说高铁是希望2035年完工了 这是题外话 但是就是从这个公交上面来看 我就真的会怀疑2035年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一部分时间 因为我看了在新闻内容 他有提到他可能有一个 他这条居线 他的主要的经过路线 有一条叫麦迪逊街 也许这个街上 可能本来不太适合有公交系统的产生 也许他的路面过载 或者是他的可能交通基础设施 并没有做这么好 所以我猜他应该蛮大部分的时间 不是说他可能规划一段路线 然后盖盖站站 因为他里面提到说 他做了大规模的升级与改造 那我不知道 EAN可能也没有去到麦迪逊街上面看到 但是也许这个街道的重新设计 是他们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美国虽然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的效率不太好 花了很多钱 可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很重视 这个公共路线 就是交通的那个路线 然后也兼顾到 maybe是行人的安全 以及其他用路人的那个服务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非常有感而发 因为我最近回到台湾 那毕竟我在美国也待了一阵子 然后回到台湾 其实在交通这方面 我才意识到 台湾真的是一个交通的地域 就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近几年在吵交通议题 其实吵得非常的凶 就是比如说CNN或者是国外媒体 他们看到台湾的比如说三重桥 就是某个桥的那个机车地域 或者是所谓的行人地域这件事 他就是很多人在complain说 行人都没地方走 那因为我也是台北人 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会觉得不对啊 台湾不是有路可以走吗 就是不是都有人行道 有骑楼可以走吗 那我就很疑惑 说这样的观点是从来出来 那知道这次回来以后 我才发现 其实只有台北市有办法走路 就是如果你去台北市以外的城市 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骑楼的时候 你就得走在马路上 然后我才意识到 因为台湾真的真的在行人 或者是用路之后 交通这方面其实非常落后 因为我在美国生活 你很自然的 你就人一定有地方可以走 你人不会走在 除非你真的走一些 非常偏的产业道路 或者是一些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不然你只要在你 通常的生活范围内 你是走路一定有个人行道可以走的 然后各个的东西也会 其实主要是依据行人上面的 他考量行人就是 那个设施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至少美国 肯愿意做这件事情 虽然他花时间很长 很贵 但我觉得换来的效果 其实通常都不差 那你提到这个高铁的部分 他光要从欧里亚 就是波兰到斯亚特 这一段我觉得 可能2035年 有机会吧 不晓得 可是你说你要从斯亚特到Vancouver 我觉得有点太难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跨 边界跨国境的一个运输系统 我觉得应该难度偏高 我觉得2035年太保守了 可能 BCSAN也有出资 BCSAN也有出资 OK 所以 是跨国合资的项目 是跨国合资的项目 但我觉得35年还是太 对啊 会觉得有点太赶 因为高铁灌起来 甚至是从LA到Vegas 还要想要新建一个新的路线 就是也类似高铁 就大家不用搭飞机 或者是不用开车 那你可能一两个小时 你可以到赌城去 光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记得我可能在 六年前就听到人的讨论 但现在好像 基本上连个影都没有 对 OK 听得到吗 不好意思刚断掉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这个计划 我觉得蛮兴奋的 如果我是住在西雅图 波罗来 或者是 Lancouver的居民 我的确也会蛮希望 这条线可以出来的 因为 我就不用 提早一两个小时 开这三小时 这样往返 真的 对 往开三小时 到波特来 往北开三小时 到坟哥 对 但是觉得好累 我们先开车 对 你不想开车的话 你要搭飞机 搭飞机体要体前 一两个小时 到机场 然后坐车劳顿 在安检 在干嘛 在等飞机 飞机还会delay 所以整个时间 也许就四五个小时 就过去了 那我觉得 有这个高铁 理想状况就是 把你拿车票上去 你人三个小时 之后就到了 我觉得 可能一两个小时 之后就到了 我觉得 还是听起来 是个蛮兴奋的一件事情吧 对 所以一眼你是很 对交通这部分 是很有研究 因为你看 比如说今天新闻 你就播两个有关交通 然后其实 这一段新闻 你还去到实地探查过 所以你对交通这部分 你是很有兴趣的吗 还是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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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的地铁的 有好的交通方式的地方 增加通常也比较高 确实 好 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 有关网路攻击 使西雅图机场 面临严重的网路中断 周一 西雅图塔克马机场的互联网 电话 电子邮件和其他系统 连续第三天 受到明显的网路攻击干扰 那西雅图港务局的官员 正努力调查故障原因 并恢复全部的服务 官员们还没有公布 有关故障全部范围的细节 但莱特的说 这并不影响 运输安全管理局 检查乘客的能力 包括达美航空 和阿拉斯加航空 在内的一些航空公司 报告称 故障没有造成服务中断 这两家的航空公司 都将西雅图塔克马的机场 作为枢纽 不过 故障确实影响了 西雅图港的行李粉碱系统 促使航空公司 警告乘客 尽可能地避免拖运行李 以避免潜在的延误 机场还提醒旅客 在机场多留一些时间 并尽可能地 使用航空公司的移动 应用程序来获取登机牌 和行李标签 尽管如此 许多旅客仍然面临着 比平时更长的安全队伍 以及在行李领取 和托运处的漫长等待 整个机场的 含上楼屏幕上 也出现了故障 导致一些旅客 难以确定自己的登机口 机场周日 在Facebook上写道 港务团队继续在 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方面 取得进展 但目前还没有预计的 恢复时间 那这次新闻就 有提到说 可能最近要去机场 搭乘飞机的 听众朋友们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旅行的排期 也许要规划更多的 准备时间在机场 这个部分 因为一些系统受到 网络的干扰的关系 你可能电话 邮件或者是一些 你领取Boling Pass的 这个过程都有点问题 所以新闻中也提到 就是希望各位旅客 如果你可以用 他们机场内部的程序 或者是用手机领票 也许会比较顺利的 有办法进入到 这个机场里面的内部 就不会一致于 单问的时间 因为安检的部分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只是行李 能够少就尽量少 那因为行李的 拆检系统 应该是跟这个网络的 所连接 所以导致应该会 有些延误状况发生 那也知道 最近就是美国的Labor 带来了嘛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会有出过率 不好意思 出去外地旅游的需求 那可能要多加 注意一下这个新闻 因为 有可能会耽搁到 您的安排这样 那不知道 伊尔你对这新闻 有什么看法呢 嗯 我自己 我自己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 那个时候 Microsoft当机 那时候 你人在不在机场 我不在机场 但我在美国 对我不在机场 对因为像我那时候 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是 哦应该说像这个 CyberAttack 就是像我朋友 朋友上 上礼拜 就是CyberAttack 那个周末的时候 他从加州来夏图 然后从夏图回加州 然后他因此 没有搭上飞机 哈哈 因为 因为CyberAttack 造成就是 整个航班 就是没有办法 大家没办法check in 然后或者是 排队的人很多 就全部都堵塞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朋友 就是美国当地人 然后 嗯 就是你知道 美国当地人 跟我们 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华人 可能习惯 就是越早提早 就是留安全的时间 对 越好 那美国当地人 可能就是 比较疲一点 就是想说 RT在一个小时 用冲的也可以冲进去 但殊不知 夏图本身是一个 国际机场 然后夏图 它本身的动线 又没有到很好 确实 嗯 我觉得夏图的动线 没有到很好 因为它所有航下的进出点 都是同一个地方 然后就变成说 我朋友 他可能提 就是一个小时前到 但是排不进去 然后就整个 塞不上飞机 然后后来还好的是因为 就是飞机也因此而delay 所以他们就在重新boarding 所以他后来还是有搭上飞机 但是整天 他原本是下午一点的搬机 他晚上七点才起飞 所以我就觉得 哇 这个最近飞机的事情真的很多 大家去机场都要小心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推荐 大家可以去买个旅游不变险 可以 这个保险可以 因为提到西雅图的机场动线 这个我其实就是受害者 就有一次我从西雅图 我要飞回 那个时候是飞回 芝加哥 的时候 对 飞回芝加哥的时候 那 因为我就西雅图旅游 然后飞回芝加哥 我就被 那个动线卡住 那天甚至没有什么 Cyber Attack 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般人 结果我可能时间抓的有点不太好 我没有抓到华人预定的两个小时这么多 我就抓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因为我没想到说这个机场会这么多人 我就去 哇塞 我这些塞住 然后我进不去 我飞机起飞的时候 我人还在那个check point那边 但是还好的是坐自Alaska Airline 它就让我就是免费的改到明天 所以我觉得还蛮庆幸的 航空公司可能也理解这个机场 有时候有些状况问题 所以就给旅客蛮大的方便 但的确如果有旅游需求的朋友们 记得提早一点点 然后不要去堵说你 这个时间内一定可以到 你越来越充盈 自己准备起来 你也不会这么的辛苦 这样子 好 那以上新闻内容是由UD和伊恩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iat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radiosiato 微信公众号 金字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radiosiato 来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日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个愉快 愉快的月晚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